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苹果表示 用户现在无需在美国地区 只需要将设备通用语言改成英语 并确保Siri语言是英语 即可体验到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使用免费的GPT等 目前 国外有大量用户已经在iOS18.1Bit3系统上开始体验AI功能 但这依然有例外 苹果表示因当地规定 在欧盟地区和中国依然是无法启用该功能的 而且这还有例外 苹果指出如果欧盟地区用户想要使用AI功能 只需要登陆美国地区的苹果账户 并且设置成英语 也能成功在欧盟地区使用AI功能 就目前来看 中国地区设备无论是如何操作 都难以使用AI功能 苹果导师正在加速推进AI功能在中国地区的合作 话说 在ChatGPT等一中AI发布之后 有关苹果在AI领域落后 与竞争对手的言论甚嚣成战 不少人认为 苹果因为没有自己的大语言模型 而在AI竞赛中失去先机 然而 最新披露的一份苹果白皮书 却给我们展示了完全相反的画面 苹果不仅没有落后 反而在某些方面遥遥领先 这份白皮书详细介绍了苹果自主研发的大语言模型 Apple Foundation Model 以下简称AFM 这个模型是苹果AI功能Apple Intelligence的核心引擎 根据白皮书的数据 AFM在文本生成和摘要能力上 与OpenAI的GPT4和Meta的Loma不相上下 甚至在某些测试中略胜一筹 更让人惊喜的是 AFM在安全性方面的表现堪称惊艳 再生成无气势 无仇恨 无排他 无害 无色情 合法且非暴力内容方面 AFM的表现远超其他模型 人工评估测试显示 AFM生成有害内容的频率仅为第二名的一半 是MetaLoma3的三分之一 零端版AFM的表现更是令人瞠目 其安全性得分是GPT4的4.5倍以上 苹果能取得如此出色的安全性表现 得益于其严格的数据筛选流程 与其他公司不同 苹果并没有不佳选择地使用网上 所有可获取的数据来训练模型 相赞 它使用起发式算法和模型分类器 对训练数据进行了严格的质量过滤 剔除了大量不安全和不当内容 这种做法虽然可能会影响模型的某些能力 但极大的提高了输出内容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除了文本生成和安全性 AFM在工具使用和指令遵训方便的表现同样出色 这意味着未来的Siri将能更好地理解用户意图 并准却执行复杂的多步骤任务 无论是在设备端还是服务器端 AFM在这些测试中都展现出了顶尖水平 总的来说 这份白皮书有力地驳斥了苹果在AI领域落后的说法 事实上 苹果的AI技术不仅不落后 在某些关键领域还遥遥领先 这也再次证明 苹果一贯的慢供出息或策略在AI领域同样奏效 虽然苹果没有像其他科技巨头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AI成果 但它显然一直在默默耕耘 只待时机成熟变经验亮相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这意味着我们在使用苹果设备时 不仅能享受到强大的AI功能 还能获得更安全 更可靠的使用体验 不够 目前苹果还是选择在iOS18里面 跟CHGPT以及其他AI合作 但长期来看苹果肯定还是会100%选择使用自己的大语言模型 苹果AI到底失落后还是遥遥领先 说的再好还是亲身体验过才能知道 为此 全球数一国粉美已经魔权擦掌 只等苹果秋季发布会上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和iPhone16新机的亮相了 那么 iPhone16和苹果AI会是最完美组合吗 历年来 苹果每到iPhone新机马上发布的时候 关于下一代新机的爆料就会陆续出现 这次也不例外 iPhone16系列新机已经进入了发布到即时阶段 关于iPhone17系列的爆料 信息大量出现 对于苹果的两款新机 博主手机晶片达人近日发文透露 预算有限 但希望体验更多AI功能的iPhone用户 可以等明年的iPhone17系列 该博主表示 iPhone16系列只有8GB内存 主要面向云端AI场景 而明年的iPhone17系列将升级12GB内存 可提供更多的端侧AI支持 分析师郭明基对此消息做了进一步补充 他表示 在2025新款iPhone中 仅iPhone17 Pro Max拥有12GB内存等配置 其他机型如超薄iPhone iPhone17 iPhone17 Pro与S14等 均为8GB iPhone17 Pro Max的散热规格也将迎来升级 配备VC与石墨片的组合方案 其余2025新款iPhone均继续配备石墨片 这也就意味着 iPhone17 Pro Max将出厂运行Apple Intelligence 并在散热方面做出升级 有望带来更智能的操控体验 减少手机发热情况出现 而iPhone16和iPhone16 Plus虽然升级了8GB运存 但中国版机型至少要等到2025年 才能用上Apple Intelligence 这么看来 主要想体验AI功能的用户不妨考虑等 一等明年的iPhone17 Pro Max 而对于爆料中提到的新款超薄iPhone 或为iPhone17系列砍掉Plus版本后 新增的Slim或Air机型 消息称其将采用超薄铝制机身 加6.6英寸OLED显示屏 可能配备重新设计的后置摄像头模组 旨在为用户带来新鲜感 价格预计为该系列机型中最低 从而吸引消费者进行购买 屏幕显示方面 爆料成iPhone17系列将全戏标配LTPO显示屏 并支持Promotion自适应高刷新率技术 该技术能够根据用户的使用情况 只能调整屏幕刷新率 最高可达120Hz 从而带来更加流畅的视觉体验 此外 iPhone17系列的灵动导面积更窄 屏占比更高 观感进一步得到提升 要知道 iPhone16 16 Plus版本机型 依然会采用60Hz刷新率 键定位更高了 iPhone16 Pro系列支持120Hz刷新率 单从这个角度来说 iPhone17系列就有着不可忽视的吸引力 性能方面 据悉iPhone16和iPhone16 Plus搭载A18芯片 Pro系列机型搭载A18Pro芯片 而iPhone17全系将升级为A19系列处理器 性能进一步提升 影像方面 有业内人士透露iPhone17全系将升级240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 其中iPhone17 Pro系列两款机型搭载4800万像素三摄 包含一颗前望长焦镜头 以此来实现更好的光学变焦效果 对比来看 iPhone16 Pro系列机型采用4800万像素光角注射 加4800万像素超光角 加1200万像素长焦三摄组合 总结来看 虽然iPhone16在处理器 摄像头等方面有所升级 但相比之下 78GB内存和标准板机型缺乏的高刷新率特性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因此 对于追求极致性能和视觉体验的消费者来说 不妨考虑等等iPhone17系列发布 如果不想等的话 可以考虑购买iPhone16 Pro系列 这两款机型在性能和显示方面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苹果AI的预计大吗 你会冲着苹果AI入手新款iPhone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